今天從入狗阿寶要點燈 要寫什麼資料 你沒聽錯 狗狗也來點光明燈 廟方人員貼心問姓氏 而一年前也曾帶家中毛小孩 來點燈的這位主人李小姐 今年就收到這封信 署名給李皇可成的明信片 不過其實今年七歲的他叫可成 因為其實是狗狗 所以我們可以把 媽媽跟爸爸的姓灌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他的姓氏 廟方貼心替可成冠上 爸爸的李和媽媽的黃 姓氏加在一起李皇可成 聽起來更可愛 關係也更輕了 可能是個人迷信 體若多病的 就是都是小病 可是我們今年帶他去日本 玩二十天 要非常適應當地的天氣 然後真的是把他當家了 因為寵物也是家裡一份子 一家人點光明燈 越來越多人 想到的是家中毛小孩 高雄鳳山 有百年歷史的天宮廟 也開始受理寵物平安燈 點光明燈的人潮 多到得抽號碼牌叫號 四萬多個名額搶破頭 百年天宮廟內 還有個正廟之寶 玉皇上帝加持過 幾乎跟一個成人 一樣高的水晶球 讓信眾轉呀轉 相當吸睛 也要讓信徒藉子轉走 換運氣 不管是超大水晶球 還是天宮廟的光明燈 都是廟中特色 加上這一封 毛小孩點了光明燈 廟方人員貼心問了爸媽姓氏 隔年寄了一封信給毛小孩 李皇可成 親切的新名字 讓狗主人也好感動 三立兄 許氏讓來不香 高雄雄報導